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接着昨天的话题 来和大家谈谈川普暂停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这个是不是合理 那么今天呢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呢你要跟一个敌人作战 那么你需要知道你手上有多少颗子弹 如果说你提前把子弹用完的话呢 那么这个仗还怎么打呢 那么3000亿美元的关税呢 对川普来讲呢 它就是对付中共的武器 就是对付中共的子弹 如果你提前把3000亿美元的关税加上去的话呢 那么就相当于你少了一颗子弹 从本质上来说呢 3000亿美元的关税呢 它是作为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现在呢习近平答应了川普的条件 虽然说只是口头上的答应 但是在口头已经答应的情况下呢 如果川普直接把关税加上去 那么就相当于这个提前啊 把这个子弹给射出去 之后如果习近平反悔的话呢 那么因为这个子弹已经射掉了 所以他只能把3000亿美元的关税 提升到50%了 因为这个25% 它已经早早的提升上去 所以说呢 既然习近平口头答应了全部条件 那么川普呢 可以先把这个武器呢 这个子弹呢放在那里 等到习近平没有兑现承诺的时候呢 再把3000亿美元的关税加上去 加到25% 因为提前加关税 加的太多呢 对美国经济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武器呢要留着用 子弹呢要省着用 事实上呢川普对付中共的筹码 还很多很多 就像出牌一样 这个牌啊不能一下子出啊 好牌要留在后面出 中共呢在川普这种一步一步 台阶式上升的那种施压下呢 它的灭亡的大趋势 并不会改变 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个预测 既然是预测呢 就不可能100%的准确 但是我认为呢 在今年年底前呢 这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呢 很可能再次加上去 因为中共呢 不会兑现它的诺言 中美贸易谈判 也将继续不前面走过的老路 继续下一个循环 只是在一个一个循环过程当中呢 川普的关税呢越加越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